講到防水 這一堆工具和材料 大部份都是防水需要的 模擬在一個試玻璃環境 看看可否示範到標準工序流程 什麼叫740是40料 什麼叫25料呢 為什麼又和防柱有關呢 直播當時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究竟生瘦的鋼筋 可不可以鴻丹呢 大家又研究一下 就是這樣 好看 如果有潔度 就可以插一個小波子 試玻璃就是碩屎摩洛的維修 這個維修呢 首先呢 要一個梳咳 這個梳咳 就是用這些 鵝肌 用這些碩屎鋼筋 開爐 開爐 開6mm至8mm的爐 開爐 你要放在哪裏 比如說你在那個 烤鑿 我們的Harmatex的過程裡面 呢 斷定了 那個位置是要做收補的話 通常都是計錢的 那我們就用一個丁方這樣 介了出來 然後就定那個尺寸 上步了之後呢 如果 效果OK 沒問題了 簽了 就會開爐 跟著 定了 那個尺寸 開爐 入了之後呢 開爐之後呢 就開始做一個打鑿的功夫 打鑿的功夫就是 用那個炮仔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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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見到手指勾 這就為之 叫做標準的工序 好了 打完這個石子做到這個動作 之後呢 脫瘦 脫瘦的工作呢 你可以用這些叫做鋼絲刷 刷 如果有些狀態是好的話呢 刷都可以的 如果它太差的話呢 你就要用這些 工具 一樣東西 你可以用這些 快速慢速 視乎你那個經驗吧 最好你怕會扭傷手 這些不熟的 建議不要DIY 你自己用刷一刷就算了 通常這些呢 你刷這些的話 才會熟手 你可以防一下 這些就是脫瘦的效果 因為生了瘦而已 但是未斷 未成的 那如果它斷了又怎樣 斷了太煤太爛呢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鋼鐵的動作 鋼鐵是根據它的圓底那個鋼筋的 就是 Diameter的直徑 是一條數計的 是鋼鐵的 鋼鐵的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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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做其他流程 那裏做40料 25料呢 其實再細節一點的話 直播先再講 25料通常呢 它是輕質輕一點的 它的結構率是少一點的 於是乎 通常都會做一個叫做 天花的修補 如果它在40料 它的結構率大一點點 它會做一個叫做 橫糧 長身的修補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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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叫作 유�onda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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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一份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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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尤貴 先把鋼筋塗上去 先把鋼筋塗上去 現在做了一個鋼筋防守 等到它乾乾 什麼時候乾乾都沒有問題 因為要全覆做的話 要重新塗多一次這個底油 譬如我現在要重覆做 因為時間關係太久 會等太久 起碼要等兩三個小時 譬如我現在等完了 我現在做一個動作就是 全覆落底油 因為這個是一個碎屎黏合的材料 它會將新舊碎屎是靠這些黏合的 然後把鋼筋塗上去 現在把鋼筋塗上去 現在把鋼筋塗上去 是藍藍藍色的 它乾了之後 它就會黑色的 你知道它什麼時候乾什麼時候濕 它靠這些新舊的鋼筋塗上去 鋼筋塗上去 把鋼筋塗上去 把鋼筋塗上去 和舊的鋼筋塗上去 然後加上這些 一隻手指位的鋼筋塗上去 它就是會令到那些碎屎 是有一個受力位 是咬住那個鋼筋 於是當它乾透之後 乾硬了之後 它就會成腹很實正 如果不是工序有錯誤的話 它就有機會跌下來 大家要留心和小心 這個動作 當然如果是大面積的 就不是一小盒 而是一桶 當全部塗完之後 開了剛才的那些波仔料 就可以用手去塗上去 通常這些鋼筋塗上去 通常這些鋼筋塗在濕潤上去 濕潤的情況下去鋼筋塗上去 這是最佳的 如果鋼筋塗上去鋼筋塗上去鋼筋 就是這樣 你趁著它濕潤的程度下 你就可以搓個波仔 用手搓上去 搓個波仔 根據物料供應商的指引 搓到波仔為止 撕開兩部分 搓下去 為何要戴手套呢 就是這樣 因為要用手 一般就不需要距離那麼大 要不然 你都要很適合乾濕度才行 一成串 所以是很難攪的 好 這樣就要壓下去 壓下去才行 等空氣離開了 看到嗎 這樣壓下去 它又會跟剛才那些黏合劑 跟舊石屎 就會黏在一起 如果這個是天花 就更加重要 因為它會跌下來 現在你看到它 是長身 40尿 所以為何25尿 需要輕身一點 輕側沙漿 當它硬化了 都要用炮仔打 這隻叫做拆波仔 插完 插完波仔 你可以撕開它 兩邊敏 這些也是跟鋁窗的窗邊的敏泥 是同一道理 兩邊在鋁窗的窗邊兩邊敏 如果你是用入合格的材料 鋁窗是不會漏水的 這就是 插完波仔 敏泥下去的邊 你看到 一般很少人打到這麼深 這個距離成串 因為這是一個模擬的環境 所以做到這麼闊 如果做到這麼闊 都可以 通常一般 如果你打到一隻手指位 其實現在有兩個手指位 兩個手指位 一隻手指位其實夠了 因為它要你這樣咬住的話 當它乾了的時候 它那個黏結力就會足夠 做其他一個層 因為現在 你要分開來做 你不可以一次過達到這麼厚 所以它要分開來做 通常開了這些泥 你就要在半個小時至45分鐘之內 所以你開料 你就不要一次過開好大桶 你自己要計算 計算好 用多少 做多少 這個呢 如果大家看直播的時間 都會看到這個有多硬 看看它做到這個位置 不要讓它裡面有空氣 盡量這樣壓 盡量這樣壓 這個流程是這樣 最辛苦都是添花的 要向上 這些牆身比較容易做 例如有些位置 就這樣壓下去 一包泥 百點元不是做好 不是做很大的面積而已 就是這樣 做一半 我們分開來做一半 就是節省大家的時間 這個就是拆鍋仔 下一陣 下一陣 我們通常都不能夠很滑 我們都要這樣掘花它 一留下來做下一陣 要是多一點面積去黏結 在第二陣 等它乾完之後 在第二陣之前 我們一樣要落底油 落底油的意思是 令到它這個新的料 和這個舊的料 好好地融合在一起 於是它會不會有一個結構 第一陣用手 如果第二陣 是夠位落灰池的話 就可以用灰池批 因為它面積大 你不是每次都用手 因為它有很大的面積的話 你如果想落到灰池 功能就快很多 你這樣上下這樣壓 一定要確保 它裡面的空氣 不要阻礙它 在英迷的發作用 它大概需要 三至四個小時 它就會定型 然後就會收水 通常一日 一日至兩日 它就會乾乾 好像硬了 留下這一半不做 去做一個比較 直播那天應該看到它有多硬 好 大概完成了 這個是第一陣 它乾完之後 你做第二陣 然後就可以剛剛所說 照舊是灑水 濕飽了之後 乾了之後 就落這個底油 即是剛才那些 PIMER加這個英泥 攪拌好之後 油了它 因為這次沒有鋼筋 好鋼筋就可以好做好多 下它的灰池 一批 這樣就這樣批了 一批 它開個稀結 就不用像今次 那麼 稀微稀少少 稀微稀少少都可以 批一層平一點 好了 剛剛好到這個平面 那個長身面的話 做完最後那一層是平的話 就是做一個養護 這個養護呢 一般在那個牌子 都本身有養護的水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在那個 譬如北風天 它乾燥 又有風 它會令到這個表層 快乾過裡面那層 最後呢 它會有一個 裂的情況 有少少的裂紋出來 所以為了避免的情況 就會做一個養護 那基本的養護呢 如果太極端的天氣 有些師傅就會用膠袋 或者膠料 環布 蓋一蓋它 這個也可以做的 最後做到的動作呢 就是它淋乾之前呢 在這個平面 就掃一掃 用一些雞腿掃 或者粥掃把 掃一些痕出來 它就會 令到那個表面面積大 加大了 就會 又好些